从前有一个妇人见一个穷人可怜 于是大发善心愿意帮助她致富 妇人送给了穷人三只羊 第一只叫努力学习 第二只叫拼搏坚持 第三只叫忍辱负重 并嘱咐她好好培养这三只羊 不用三两年 穷人就能像富人那样致富 穷人满怀希望接受了这三只羊 并将计划付出了行动 她首先接近了那只叫努力学习的羊 但很快发现她一接触到这只羊 她的脑袋就发疼 远远不如她研究港台女明星 和看电视学唱歌那么好玩 于是她疏远了第一只羊 远离了第一只羊还有两只 求人觉得没关系 即使不能像富人那样富有 也有她的三分之二也可以了 于是她靠近了第二只羊 第二只羊叫拼搏坚持 求人将自己的计划再次付出行动 但是她很快发现 因为疏远了第一只羊 没有吸收到第一只羊的精华 她的大脑空洞无物 她虽然很能拼搏 但是都做无用功 几个月下来 第二只羊没有给她任何回报 求人开始怀疑富人是不是在欺骗她 因为这两只羊 她已经折磨得人不像人 穷人不像穷人了 她的笑声减少了 她的歌声没有以前好听了 她感觉到头疼和无望 这个时候富人引导她接近第三只羊 对她进行强烈批评 希望她能认识第三只羊 在富人看来 这第三只叫忍辱不重的羊 比前两只都强大 谁知道穷人脆弱的神经 只要稍微闻到第三只羊的味道 就绝望了 她大嚎声 风潇潇兮溪 溢水寒 壮实一去兮 不复返 决沉而去 正如今天的金钱 不代表明天的富友一样 一时的贫穷 并不意味着一生与财富无援 在我看来 真正的贫穷 不在物质上 而在思想上 穷人的思维模式不改变 即使今天你给她 附和敌国的财富 明天她依然会一贫如洗 你认同吗